这个地方真的是太不可思议 空气清生鸟雨花香 更不可思议的相信大家也看到 我身后这里有一棵树 这个树木它可不是一般的树木 它是非常的珍贵的 因为全世界总共有42个国家把它称为国宝 它也是我国一级保护职务 没错它就是非常珍贵的红豆山 我们现在走进去看一看 这一棵红豆山 这一棵红豆山已经有1000岁左右 竟然比我的年龄还要大很多 当然更不可思议的是 这棵红豆山的底下有一股天然的潜水 据说这一股潜水喝之后会生双胞胎 这里就是位于贵州 综艺市波桌区的孟家寨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棵红豆山 现在虽然是冬天 但是它依然是非常的茂盛的 可以看到这个红豆山 周围都是绑满红布 这个应该是当地的这些村民来祈福用的吧 据说有人出了1000万来买这棵红豆山树 它们都不卖 因为这一棵树的木是它们的正春鸡宝 以我非常不专业的眼光来看 这棵树大概的高度是20米左右 然后现在我们要去看 那一个更不可思议的双胞前 就是在这一棵红豆山的底下 这里刚好有个台阶 我们从这个台阶下去看一下 走 看到没有 这里写着三个字 双胞前 就是这里的双胞前 然后可以看到 这里就是这个潜水是非常的清澈 但是也看不到它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应该是地下潜水吧 非常的清澈见底 这一棵红豆山 你看它的树根 应该就是喝这一股潜水长大的 那么喝了这一股潜水 那这个红豆山会不会生双胞胎呢 等一下我周围找一下看看 能不能找到它的额里面 我现在也想喝一口试一试 看会不会生双胞胎 这个潜水那是有点清甜 淡淡的清甜 非常的好 然后听说他们这一个村寨 总共有十多队双胞胎 因为他们都是喝这边的潜水 他们的护膜都是喝这边的潜水 长大的 后来就生了双胞胎 你好 这个是双胞前是不是 你是本地人吗 不是 是 连淮 你是特意来提这个水的吗 特意的 从连淮到这边好像有 最少好像有一百多公里吧 还是五个小时 一个多小时才能到这里 那为什么要跑这么远来提这个水呢 这个水才我 这个水才我 水最好是不是 我们的车 喝不了 你们经常过来提这个水走啊 提这个水 就是每次都要来提这个水回去喝 它那个味道怎么样 这种水啊 这个水可以 可以啊 比较甘甜 五个月都不起青苔 就是放了个百叶都不起青苔啊 那这个水好 起来嘛 哦 它那个你 可以缓你来 现在我喝水 比我喝水的喝点 哦 你是哪里有吗 蛤 你是哪里的 我是从 我是福建人 从福建国来玩的 对 西出里游 哦 哈哈 那听说这里有一个双胞前 比较神奇 就过来看一看 对 这个西出里游 那你们 你弄过去自己喝吗 啊 你弄过去喝吗 哎 是你要喝 还是你们家人喝啊 一起喝啊 一家人 一家人都喝这个水啊 做法啊 糖彩啊 喝酒吃这个水 哦 哎 这个水哭了 那也是太厉害了 你们可以开车一个多小时 从林海跑到这个地方 提这个水回去 是啊 呵呵呵 呵呵呵 一个月拿两回 一个月要来两回 哎 这也来两回 那这个听说后呢 这个水能生双胞胎 这个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不然的 蛤 不 不晓得 不晓得哦 哎 不晓得是怎么晓得 呵呵呵 这个水哭也这个水 水 是烈铁瓜水 冰气 冰气 嗯 烈铁瓜就冰 冰得很 冰得很啊 哎 哦 哦 呵呵 这个冰得很 嗯 这个冰的水 冰得很像 嗯 你们经常过来是不是 嗯 那平时它很大吗 嗯 那平时它很大吗 人的外面大一点 哦 然后现在就要小一点哦 嗯 这个水不到是从哪里来的 还是天然上来的 这个水不到是从哪里来的 就是一股毛铁的 哦 就是一股 小米毛铁的 哦 小米毛铁的 就是一股潜水 哈哈 天然的潜水 算是这个虎德山 哦 主要是这棵红豆山哦 哎 这个红豆山也是非常有意思 你看它的树边就 长在这一股潜水的这一边 哎 九车这个虎德山这个 嗯 这个红豆山应该也是和这个 潜水长大的哦 哎 对 但是不知道这个红豆山有没有生双刀开 哈哈哈哈哈哈 看一下 呃 太厉害了 看到没有这里呢写的是双刀钱 刚才啊这位阿姨啊她们是从林怀特意开车 跑到这个地方来提这个水回去的 她们说这个水非常的好 在家里面放呢各把叶都不会取青苔 呃 然后呢这一颗红豆山啊 怪不得能生长的这么旺盛 嗯 这里呢她们还把它修起来 你看呃 这个红豆山是把它围起来的 因为是镇村之宝嘛 然后呢这边墙壁上他们的海贴呢 关于这个红豆山的介绍 还有这个双包钱的一些简介 这里呢就是贵州尊义波多七的孟家寨 在这里呢后面还有一条非常神奇的山路 如果你从高空往下面看 那它就像一个月亮的那样 所以说它叫光明大道 好那这个视频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现在是挑战的天下 那一条非常神奇的山路光明大道 拜拜